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这话经常都听得很别语 书法它不是一个表演的东西 它就是书斋力的一个行为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经常在公众场合提起笔着写字 那么叫演示也好 叫表演也好 也就不必过多的挑剔这个词句 所以现在呢 你提出来让我在这演示一下这个信扎的这个书写过程 我们呢 试着写一篇 在写之前呢 向大家说一下 我手里拿的这张信纸啊 是张宣纸 这是个宣纸 这也是一张信纸 这上打满了一些个借格 这个纸呢 就是养纸 它不慎墨 不慎墨 习惯写起来说的都无所谓 但是往往呢 前人写的时候都用宣纸写 所以我们呢 就告诉大家 不必特别局腻这些东西 我们就用宣纸啊 随便写下 这上面也没有格什么的 顺便写下来 也不用特别计较 即使有格 也不一定都得写在格里边 自然一点就可以 不过呢 就是不要故意的非得写在格外边 有些人就故意的写在格外边 让你看我多么潇洒 多么这个自然 实际上又是另外一种造作 写的时候呢 就是说 公寓居居的写 写信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说的手杂 或者这种信函 用毛笔写的时候呢 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说 只用星草书写信 其他书体 应该不予使用 或者说没有必要的时候 不予使用 比如说拿凯书给人汇封信 就显着让对方看得很累 虽然你很庄重对待对方 然而对方觉得你很不自然 你是在很要好的写 当然更不可能现在用传书和历书 去给人写信 所以在写信的时候呢 一般都用星草书 而且呢 以星书为主 写得过于草率以后呢 要根据对方的文化水平 估计对方能接受 你多写点草字 人对方看不懂 你写完之后 倒耽误很多的事情 注意信账一定是要这样的 再有呢 我有想起来一个 很有趣的事例 就是据说当年天津市 有一个儿童医院 请郭默若先生呢 给写一个 这个儿童医院的牌匾 结果呢 郭默若就凯然英语 就给写这个牌匾 就寄来一封信 等到医院负责人打开信息看呢 空信方 什么也没有 只有信方上面写了几个字 天津儿童医院收 然后可能有北京的地址吧 信方里是没有 大家非常懊悔 就答应着我们写 又寄来信 怎么你这么糊涂 郭老岁数大了吧 怎么会把这个 你要写的那个牌医院 名字 那个条 多小一条条 你怎么没有写呢 后来有别人告诉我 郭默若先生没有忘 给你写的信品上呢 就写了 天津市儿童医院收 你把那收子去掉之后 把那天津市儿童医院放大 那就是牌匾了 就检练到这种程度 说来很有趣味 好的 我们现在演示一下 一时想不起来 有什么要写的内容 就是最近呢 这个我到北京去了 北京有过一老同学 多年不见面了 我到北京先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呢 听说我去之后呢 就找我呢 要写一副这个对联 派了个人去 然后写清楚写什么字 无言对联 然后给他写一下 可是呢 他说呢 过几天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宾馆去看我 我就只能待一天 转天我就得走 所以我着急要跟他见面 因为朋友们总不见面了 也是非常想念 那么我就 简单的给他 这个 写了封信 让送这个纸条的人 把信带回去 让他今天晚上 必须到这来跟我见面 只有今天晚上能冲锋 明天早晨 我就要着急的返回天津 那么 我给他写了 也不叫书信 就是个便条的意思 大家看看这 过程是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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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下有一个典故 就是在战国时期 有个晋门公 晋门公手下有座功臣 叫戒之推 因为他拒绝请赏 所以他就隐蔽在了棉山 晋门公就非得请他出山不可 他就执意的不肯出山 搜索山林又找不到他 最后逼得晋门公想出去下策来 用火烧棉山 就有名的叫火烧棉山 烧这个山 一烧这山呢 渐渐渐渐的 就实在在山里待不住 然后没办法就出来 出来之后 就可以把他所谓捉到 谁就请到了 晋门公是这个意思 结果呢 戒之推呢 死活是不肯出这山 最后被烧死在棉山里边 烧死在一个树旁 然后这个晋门公最后找到他的尸骨之后 然后就是因为他死在了树旁 把这个树啊 木头发下来 然后坐了一双鞋穿在脚下 于是对他念念不忘 经常指着自己的这个租下的这双木鞋 就是叹息 哎呀 戒之推啊 你这么好的人太悲惨了 就是这个古王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后来用租下就表示对对方的尊重 并不是一个贬义的 是一个褒义的 而且通常用在平辈当中 在古文当中也用在长辈这个方面的 但是后来基本是统一用在平辈上 比如说我和这个青山先生 我们是同学 所以我跟他写信说 青山兄足下 青斩花寒 就是我看到你给我来的这封信 据信我都明白了 愚扬过甚 愚扬过甚就是你对我表扬太多了 因为他在信上写就是说 对我字呢赞美了一番 我呢真的是很感到惭愧 我说愚扬过甚 愧不敢当 尊主 就尊您的嘱托呀 一江大作 因为他转的连 五烟对连 尊主一江大作 五烟英连书壁 我都写完了 明晨八十返金 我明天早晨八点 我就要回天界了 所以我说呢 兄啊 这个 素虽去人来此 就是我让人给你带回信的这个人 你跟着他快点来啊 事迹莫误 不要耽误了事 兄弟冲逢 咱们今天晚上欢聚一次呢 一情激素 咱们离别多年 互相谈一谈 辅中 畅序辅中的意思 最后说 辅上军籍不一 就是戴文明辅上安好 您家里人 不过您的这个妻子 孩子都好啊 不一 就是我不一一的在问候了 然后最后说 吉宋大安 那这些书信常用语 或者我前面说过了 东旗 夏旗 文旗 也是用温安 东安 夏安 也是用大安啊 大安 地运章拜起 七月一日啊 就是过来的这一月 就是这一号那天啊 这是我在北京 这朋友写封信 大致是呀 什么冤句上有有不同 咱们现在也是激性的 这么一写 大家知道一下 这种格式啊 大体是如此 呃 后边比如说吧 呃 词句多了 没写开就写紧了一点 这都无方式 没有关系 不必啊 再举你 说这一行是多宽 那样多宅 行句 兼句 字句都一样 不必要这么讲究 啊 越是随意 越能表现 文如其人 输如其人 所以在这点上 我只是给朋友们 呃 做这么一点提示而已 水平不高 非常遗憾 各位朋友 你们好 欢迎收看 每日一字 朋友们 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个空字 这个空 就是天空的空 这个字 还有一个读音 读空 就是一片空地 或者是一所空房 空空两读 比如说空乘记 这应该读空 好 我们现在先用凯书 来演示一下 这个字的基本写法 我先用凯书 我先用凯书 来演示一下 我先用凯书 我们在以前讲过 黄紫园的九十二法 他在第一法当中就说过 天赋者 繁华皆冒于其下 就特指宝盖 这一类的 这个偏旁部首 当然宝盖 正式的读音 读棉 但是呢 有的时候 是宝盖需要窄一点 下方有比较长的点画 因此 它并不能完全覆盖住 但是它覆盖的是这个主体 比如空字 上面的宝盖就应该宽 下面的公字 最后的这一横 这个横画 虽然也比较长 但是无论如何 它不能超过 上面宝盖的这个覆盖范围 它不像写一个完整的丸 下边有一瓶 有一个竖折勾 那就应该探出这个宝盖之外 因此宝盖相对的要窄一点 那么空字像这种字 就应该相对的宽一些 好 我们再写一遍 我们说是宝盖头 实际上这个空字是个穴子头 所以上边的宝盖写完之后 下方写一篇 又被点一点 就不用再写成这个样子 这个地方也可以稍稍空一点 就是这个公字 不把它直接堵盐 这是两种写法 写这个公字的时候呢 特别是单写的时候 稍稍留出一点白了 在这个位置上 写这个字比较活跃 如果一定要把它堵得很严 就这样堵得很严 写这个字稍稍死板一点 但是这样两写也无所谓 但是稍稍讲究一点 稍稍留点空白 但是放在这个空字 这个写法当中 就是最好应该把它堵盐一点 再写一遍看 读研一点 显这个字呢 稍稍的 显得严谨一些 说到这个宝盖 我们还有两句话 需要啰嗦一点 就是左边的这一个点 应该把它看作是个点 不是一个普通的竖笔 有几种写法 上面那是第一种 还可以直接就在这点个点 就像新字左边那个点一样 然后这样过来 这是一种写法 欧阳荀呢 还曾经使用过这种笔法 就这边呢 直接写成这样一个 这个竖笔 或者叫做点 那么然后再写这本 但这种点法 后来基本被淘汰 因为这当中有很多隶书的笔 到了书法进入完全楷化的时期 在唐代以后 宋元明清 越来越楷化以后 把这种写法 渐渐给淘汰了 并不是失传 因为这种点画难度不大 可是呢 在欧阳荀这个九成功当中呢 有几处是这样写的 因此大家临习的时候 没有关系 还这样写可以 比如说欧阳荀写过一个影子 这边就通常用的是这样一个点画 然后 我们把这字写完 大家知道有这种写法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的 兴书写法 兴书呢 大体有两种写法 一种就是 这样 这种写法 应该称作 叫做行凯 因为它很像凯书 又有兴书的笔意 我们再写一下 点画粗细没有关系 这种写法 实际上是行凯 就是 既有凯书的间价结构 又有兴书的笔意 那么这个阶段当中 不是纯正的兴书 纯正的兴书呢 是这样写 宝盖呢 没有什么特殊 宝盖有两种 一种是这样点完之后 点一点在这写 这也是兴书的一种写法 一种是呢 左边的点 和这个宝盖上端的一横呢 联系起来 这样 再查一遍 这种写法 一定要会写 然后下方是这样 看来也不影响认读 但从写法上 已经进入兴书的阶段 注意下方 这写法是这样 一点两点 然后这样一写 上面再加宝盖 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兴书当中 一种最常见的一种写法 或者是比较规范的兴书写法 这个空呢 不管是兴书 还是楷书 包括后来的草书 它在背帖当中啊 基本上比较统一 没有很多种一体字 当然 也偶然见到一些个 其他种写法 但是由于过于生辟 我们就不再 向大家介绍太多 再看这些字的草书写法 就是这么简约 再看一下 是这样 把它办凯化以后 是这样 上边是这个宝盖 把它简约成了这样 然后上面的一点 用这一束笔 一笔两袋过来的 再点两个点 所以学习草书啊 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真的过程 不要拿起笔来之后 就龙飞凤舞 在学习过程当中 一点点弄清楚之后 再写 通过我们解释这个空字 大家都基本知道 凡是带宝盖 上面也有点的这个 不是凸宝盖 或者是鱼字头 等等 写到这种字的时候 一般都是 用这个笔法 比如加 也是这样写 再比如说 穷 都是用这种方法 我们这里呢 再要和朋友们说一下呢 就是这个空字 在草书当中 结构上有两种要求 一种是上边这写的宽 这下边两点 基本藏在这个宝盖下面 一种呢 是宝盖写窄了 下面两点探出来 它基本在外边 所以这两种啊 可以任选一种 都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够上面宽 下面宽 或者上面窄 下面窄 那就不好 一定有深有缩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是宽的 两点是这样 这就上下一样宽 这个字就没有变化 看起来之后就不舒服 好的 我们最后把这个 三种书体的空字 再向大家演示一遍 你要注意这里边呢 有些间距问题 有些间距问题 这种表面看呢 好像它不完全是横画排列 实际上它有内涵的一种间距问题 或者是稍稍的简单一点都可以 好的朋友们 今天关于这个空字的三种写法 就暂时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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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